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术后要注意什么呢 医师列举了几项要点来叮咛 例如术后几天患者还是能继续使用止汗剂 直到味道消除 另外术后前期避免乱动或举手 色素沉淀的问题也会在三至六个月消退 整个的顶僵线的分布并不仅止于我们的这个 医毛之下 有的人他可能分布的范围更大 所以说才会讲他的这个整个治疗的扩清率大概在90%左右 就算你是做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手术的去做治疗 手术类的治疗大概是90%左右 那所以有些casue呢 他可能剩下的10%其实没什么味道 其实他根本就完完全全就没有味道 可以完完全全脱离止汗剂 但是呢有的casue可能他只要一点点就有一点点味道 那他还是会在意这个味道的话 有时候我还是会建议就是说 止汗剂还是可以去使用 刚刚还有一点是没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手术之后 恢复的过程当中原则上不管是哪一类的手术 术后的前面的前面几天 腋下都会先压着 压着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手做抬起来 举起来的动作因为这些动作 有时候会让下面原本已经黏了好的阻滋又被拉开 怕会流血 所以原则上在前面一个礼拜都尽量就是不要有做这个举手啊 抬手的这些动作以免他产生血肿 反而到比如说术后再进入大概两个星期的时候 两星期三星期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比较不会流血了 这时候每个人几乎都会感觉到他的手部好像被拉住的感觉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复健的动作 反而是一些伸展的动作一些举手啊 然后手部的一些肩膀的一些活动啊 让下面这些组织哦 这些纤维化组织慢慢被慢慢把它拉开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因为我们在做完手术之后 他的这个修复起来一定会长一些纤维化组织 这些纤维化组织就要靠着我们慢慢的腹间慢慢变软 那还有就是有人做完之后 假设说腋下的地方有些色素沉淀 我们会怎么样做处理呢 这些色素沉淀 原则上我们待过三到六个月之后 有的会慢慢慢慢的退掉 有通常我们如果在三个月还有看到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打雷射的方式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消退